连续无企谋杀案,受害者个个被剖堂开渡,可是警方却没有丝毫线索。 这一个又一个的谜团会怎样揭开呢?这些谜团会与班顶夫妇有什么联系吗? 事情又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请收听广播剧《神秘客房》第四部第二集 由于验尸真训准时开始,班顶太太出来的时候,时间还不算太晚,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再走了。 她觉得精疲力尽,脑中一片空白,她慢慢地躲步走着,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很老的老女人,正在无精打采地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 她觉得呼吸新鲜空气比坐火车好多了,虽然这会延迟回家的时间,现在她有点害怕回家。 因为一回到家,她得编一套合理的情节,以符合看医生的过程,还有医生对她说的话。 和许多其他同阶层的人一样,班顶很喜欢关心别人的病况,尤其她自己是那么的健康。 如果艾伦告诉她,医生所说的每句话,班顶会觉得受到伤害。 艾伦沿路走着,似乎每个转角处都有人正在贩卖下午的报纸,给准备一睹为快的读者。 卖报,卖报,复仇者验尸真讯最新的证据,快来看呀。 人行道上铺了一排报纸,她停下脚步看了看。 揭开验尸真讯,什么是复仇者的庐山真面目? 复仇者验尸真讯,你认识她吗? 这些斗大的字和标题令班顶太太极为不悦,这辈子也从来没有这么不舒服过。 她转身走进一家酒馆,花了两便是买了杯冷水喝。 走在亮着街灯的路上,她思索着,并不是刚才的验尸真讯,也不是复仇者,而是那些被害人。 她仿佛看见两具冰冷的尸体躺在太平间,似乎也看见了第三具。 虽然她仍是冰冷僵硬,但总比前两句稍微温暖些。 因为昨天这个时候,那个被害人还好端端地活着。 在这之前,班顶太太的脑中从来不曾有受害者的影像。 如今,这些人在她的脑中挥之不去。 她不知道这鲜活的恐怖感是否会加深那原本以日夜占据她心灵的恐慌。 快到家了,远远地看见这房子,艾伦的精神突然轻松了起来。 这土褐色窄小的房子被其他类似的房子所保护,似乎能够深深隐藏住所有的秘密。 有好一会儿,复仇者的被害人从她的脑海中消失。 她不再想这件事,是惦记着班顶和史劳斯先生。 不知道在她外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房客有没有摇铃? 如果有,班顶是如何应付她的? 当她见到班顶时,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她慢慢地躲步走着,内心汹涌着回家的喜悦。 她猜班顶可能已从窗帘后看到了她,因为在她敲门之前,班顶已经将大门打开了。 我很替你担心,艾伦,快进来。 你一定累了一天了,你很少出门的。 你看过医生了吗?她怎么说呢? 没看到医生,伊温大夫正巧不在,我等了又等,她一直没有回来。 这是我自己的不对,我应该在昨天送张卡片给她,不应该这样贸然前去。 我一直以为,医生都会在那儿看病,他们有时间也会出诊呀。 希望他们招待了你喝茶了。 是啊,他们给了我茶。 但是班顶,我当时并不想喝,现在倒想喝,你能为我准备一杯热茶吗? 当然没问题,你进来坐下休息,亲爱的。 先别着急放东西,喝了茶再说。 Dancing呢?我以为这女孩会在我回到家之前回来。 她今天不回来。 她有没有派电报回来? 没有,是千德勒刚刚到这里告诉我的。 千德勒去了哪里,你相信吗? 她竟和玛格丽成了朋友。 爱情的力量真伟大不是吗? 她到那里准备帮Daisy提行李,玛格丽却告诉她,主人给了她钱,让她看剧。 还问千德勒晚上要不要一块去? 结果,结果他们一到去看剧,你听过这种事吗? 真好,那么她什么时候回来? 千德勒明天早上好像也放假,今晚得通宵工作,她明天一早会带Daisy回来吃早餐的。 你觉得怎么样,艾伦?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会剥夺她那少许的快乐,毕竟年轻只有一次。 哦,对了,我不在的时候,房客有没有摇铃啊? 没有,说来真有意思,艾伦,我根本没有想到史劳斯先生。 千德勒回来告诉我关于玛格丽的事,我们又说又笑,谈得很高兴,你不在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些事呢? 还发生了些事?发生了什么事?有谁来过吗? 呃,介绍所的人来了消息,问我今晚能不能在一位年轻女孩的生日宴会中服务。 他们的一位逝者突然离职了,要我去取代她的工作。 希望你没有锁太低的奖。 不,不会的,刚开始我要求偏高,嗯,这家伙面有难色,最后他答应给我十二便时再多一些。 我很满意,你不介意一个人在家吧?我不信赖房客,他不太好。 你认为我会害怕?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向来都不怕。 你问这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班丁? 哦,没什么,我只是以为你会觉得一个人待在楼下很奇怪。 昨天千德勒打扮成那个样子前来敲门时,不就把你吓得半死吗? 如果他只是一般的陌生人,我也不会吓成那样,是他说了一些话才把我吓得。 现在我已经好多了。 看爆咯,看爆咯,今天演示真选的最新消息,快来买爆哟。 我现在就出去。 去看看今天演示真选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他们或许对昨晚发生的恐怖案件掌握了一些线索。 千德勒除了谈到Daisy和Margley以外,还和我谈到这些。 他今天晚上要到十二点钟才上班呢,谈完戏后,还有充裕的时间,护送他们两个人回去。 如果时间太晚,他也会送他们坐上计程车,并为他们付好车费的。 他今晚要上班,为什么? 你看,复仇者习惯接二连三的作案,他们认为他今晚会再度动手。 反正欠的了只是只十二点到五点的班,他还会把Daisy接回来的。 年轻真好啊,不是吗,艾伦? 真不敢相信,他会在这样的夜晚外出。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为什么奇怪他要出去? 我,我只是想到了复仇者。 他才不会在乎什么天气,他只是一心想要复仇。 这就是你对他的看法吗? 你认为他就是那个女人看见的那位? 就是带着报纸包裹经过他身边的年轻人? 让我想想。 你说的是那个从房间窗口看到他的女人? 不不,我是说另一个为他丈夫送早餐到仓库的女人,她是两人当中比较端庄的那一个。 我得去准备房客的早餐了,晚餐,竟然还在这里闲扯,今天在火车上有人和我谈起那些看到复仇者的目击者。 没等班顶开口说话,他很快一个人跑回了房间,开了灯,关上房门。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班顶出门去买报纸。 刚才危险的对话,让两人一时都忘了要买报纸。 他慢慢地脱下清暖的外套及披肩,不禁打起哆嗦来。 啊,这个时候还这么冷,真是反常啊。 他的目光落在壁炉上,他现在被洗手台的架子堵住了。 如果移走这架子,升起炉火会多么舒服啊。 尤其是今晚班顶要外出,他这会儿得换衣服了。 班顶太太不太喜欢他在起居室里换衣服。 等会儿班顶出门以后,他打算升起炉火,让自己的心情好一些。 班顶太太晓得今天晚上自己不会失眠。 他看着那张舒适柔软的床,待会儿他就会躺在这儿竖起耳朵倾听。 他走到厨房,史老子先生的晚餐差不多就要好了。 那是在他出门之前就先做准备的,免得回来后太匆忙而措手不及。 他将餐盘斜靠在楼梯栏杆的顶端一会儿,耳朵倾听着。 尽管有温暖舒适的客厅及火炉,但是当房客坐在桌前阅读的时候,一定会感到非常寒冷吧。 然而这时候,不寻常的声响从门后传出。 史老子先生不像往常坐在桌子旁看书,而是不安地在屋里走动着。 他敲了敲门,等了一会儿,这时传来一个咔嚓的声音,是钥匙在咖啡厨里转动。 停顿了一下,他又敲了门。 进来。 班农太太,您比平常早了点是不是? 我倒不觉得,但是刚刚我才从外面回来,或许忘了计算时间。 我想您会想早点用早餐。 早餐?您是说早餐吗?班农太太。 对不起先生,我是说晚餐。 你不舒服吗?你看起来不太好,班农太太。 是的,先生,我不太舒服,下午才去看了大夫。 班农太太,希望大夫能对你有所帮助。 是的,每次看完医生,我都会感觉好一些。 医生是披了狼蹄的羊,很高兴你为他们说了好话。 他们已尽了力,班农太太。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呢? 我相信他们已尽了全力。 这点我相信,先生。 医生们对我一向十分的友善,甚至是慷慨大方呢。 这儿越来越冷,要不要我给您带点煤炭上来? 这样的夜晚还要出去,真是可怕。 这是什么意思? 班农太太,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是想到班农,她今晚有份工作,要在一个女孩的生日宴会上服务,她不得不外出。 衣服又那么单薄,真是可怜。 哎,真是遗憾啊,希望你丈夫不要感冒才好,班农太太。 埃伦关了门,走下楼去。 没有告诉班农,她自己就将沉重的洗手台移到一边,点燃了炉火。 然后,她得意洋洋地叫班农进来。 该换衣服了,班农,我帮你起了火,这样就不冷了。 埃伦,没必要的,这是很浪费的。 我自己也觉得很舒服,而且在你外出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有人在陪着我。 当你回来,房间也是舒适温暖的,这种天气只需要走一个小时就会让人受不住的。 在丈夫换衣服的时候,班农太太就上楼收拾史拉斯先生的晚餐。 房客一语不发地让埃伦收拾着。 史拉斯和平常不太一样。 一个人远远地坐着,两手放在膝上,眼睛看着燃烧的炉火。 她看起来非常非常地落寞。 不知怎的? 一股悲怜夹杂着恐惧,袭上班农太太的心头。 哇,史拉斯先生是这么这么的…… 艾伦搜长瓜肚,也只能找到温文儒雅一词来形容。 史拉斯先生是一个如此善良高雅的绅士。 最近,他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了。 简单算一下,他心里也明白,这些钱是由他经手而逐渐递减的。 但是史拉斯先生从来不吝惜食物上的花费,对于房东夫妇,该付的钱他也从不少给。 班农太太心里有些难过,因为房客很少用到楼上的房间,但是他却很慷慨地多付了房租。 要是贝克街那讨厌的家伙能多给班农一份工作,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内人与班农的嫌隙已经化解,而班农又是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侍者。 果真能如此,班农太太打算降低史拉斯先生的房租,她对于史拉斯先生弯曲的背,感到忧心。 晚安先生,希望您睡得好。 会的,不过我或许会先算个步,这是我的习惯,班农太太。 看了一整天的书,我需要做点运动。 我今晚可不会出去,这样的冷天不适合外出。 不过,不过,今晚街上可能会有很多人。 恐怕比往常多呢。 真的? 班农太太,这不是很奇怪吗? 人们花一整天的时间娱乐自己还不够,晚上还要出来狂欢。 哦,我指的不是出来狂欢的人先生,我指的是警察。 警察? 只是,人又算什么? 比起上帝,人的力量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先生,但是上帝也要我们自己保护自己。 说完,艾伦带上房门,走下楼去。 他并没有直接走到厨房,却来到了起居室,将餐盘中剩下的食物放在桌子上。 不在乎,不在乎明天班农回来,会怎么想。 忙完了这些,他关掉走道和起居室的灯,走回卧室,关上门。 壁炉里的火把屋子照得通亮,他告诉自己不必再点灯了。 但是一上床,他又觉得心神不宁,翻来覆去,很不安适。 可能是火光在墙上飞舞着,让他觉得四周都是影子而难以入睡。 他躺在床上,竖起耳朵,边听边想。 突然,他灵机一动,拿了一本书来看。 他从班顶放在隔壁房间的侦探小说中挑了一本,坐了起来,挑灯夜读。 人们总是警告他,坐在床上读书是不对的。 但他现在一点都不想尊重别人的善意教会。 火焰为什么那么诡异地上上下下跳动呢? 看了一会儿,他终于打起瞌睡来。 突然,他从睡梦中惊醒,发现火焰快烧尽了。 这时,耳边响起了十一点四十五分的钟鸣。 他也听见了睡前一直在倾听的声音。 是老子先生的声音。 他穿着橡胶鞋,轻手轻脚地走向了楼梯, 沿着通道出去,然后悄悄地关上前门。 艾伦与史劳斯的交谈越来越有一种暗示。 这种暗示只有艾伦自己明白。 也许,艾伦已经意识到, 那个神秘可怕的凶手到底是谁。 但是他还不确定, 这也是他哭闹的一个原因。 他不想让这个恐怖的连环杀人案影响着自己的家庭。 这也许是每一个人所期望的。 可是, 会不会艾伦与班顶就是这么不幸呢? 那史劳斯先生为什么又在这么晚的时间出去? 他出去又要干什么? 为什么偏偏选在人多的时候出去? 那么, 第二天, 会不会又有人被害呢? 这一个接一个的疑问会怎样解决呢? 请收听广播剧《神秘客房》第四部第三集 剧本改编 新阵雨 录音合成 秋号 后期合成 和林 剧中人物 班顶由新阵雨饰演 艾伦由丁丁饰演 史劳斯由刺人饰演 庞白 王林 有人在看着你 有人在靠近你 varies 不 auch 也 今 auch à 我也 又